由美轮进行会和台湾土地开发 合作办理的圣诞点灯 幸福城市欢庆活动 5号的下午是在台开新天堂乐园热闹登场 现场除了安排进行会的诗歌 以及一连串的精彩表演外 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的六滑梯 也摇身一变 成为亚洲最特别的圣诞树 最后亚洲登场的是艺人黄明志 更是将气氛带到了最高点 嗨翻了全场 5号下午美轮进行会和台湾土地开发 在新天堂乐园合作办理了 圣诞点灯幸福城市欢庆活动 由美轮进行会带来诗歌吟唱 为活动揭开序幕 你设定的一切 那今天下午在新天堂乐园 就是整个城市的第一场 可能进行会作为主办单位 我要特别谢谢新天堂乐园的 居住姐居住经理 然后还有县补 还有吴华吉 一起来促成这种件事情 那我要邀请所有花莲的乡亲朋友 在未来的这个月当中 让我们一起享受在 整个圣诞温暖跟爱的氛围当中 可是今天呢 我们是我们的世界最长的六华天 变成了最特别的圣诞树 所以大家有没有很期待 待会点灯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欢呼好不好 圣诞点灯仪式在贵宾共同启动下正式点亮 这座获得今世世界纪录的溜滑梯 摇身一变成为亚洲最特别的圣诞树 缤纷亮丽的模样 让民众纷纷拿起手机合影 同时四位高中热舞社及五感社 也带来精彩表演 让现场不只是充满着温馨氛围 更是青春洋溢了理事社 这次也邀请到音乐创作鬼才黄明志 做最后的压轴登场 幽默风趣的画风 为在场所有民众 一扫今年疫情所带来的阴霾 更亦连唱了四首热门歌曲 将气氛带到最高点 陪伴民众欢庆圣诞节 记者许丽琴 吉安相报导 转发明涯 和声明镜